木头彼得 从前有一对农民夫妇 他们从来没有生过孩子 一天农夫说 老婆 我去森林 用木头磕一个孩子 他老婆听了哈哈大笑 但他还是背上行囊出发了 他走进森林 找到了几个搞木雕的人 你们好 我的朋友们 请给我一小块木头 他们很快砍了一块木头给他 他立即用这块木头 叼了一个孩子 晚上他回到家 他老婆看到他带回来的 木头孩子哈哈大笑 吃完晚饭 还留下一点菜 这正好留给我们的儿子 他们躺下睡觉了 快到半夜的时候 突然听到孩子喊道 嘿 嘿 妈妈 你们睡熟了吗 他们马上醒了过来 他们非常惊奇 孩子竟然变活了 他们俩左看看右看看 一直看到天亮 神父给孩子起名 木头彼得 三天以后 孩子提出让他出去找玩伴的要求 嘿 兄弟 城里有没有做宝剑的师傅啊 怎么会没有啊 兄弟 于是彼得跑回家说 爸爸 请给我八块钱 你需要多少就拿多少吧 我只要八块钱 彼得带着钱跑了出去 去找做宝剑的师傅 你好 师傅 我能用八块钱 买走你第一次做的宝剑吗 我要那把宝剑 做宝剑的师傅 在一堆宝剑里 翻出了那把生了锈的宝剑 和宝剑的剑鞘 彼得拿到了宝剑 就配在了身上 宝剑好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特别适合他 给你八块钱 就算是你的第一把宝剑 也得要付钱啊 第二天 城里围了一堆人 他们听说 集市上有两头 用金链子绑在一起的牛 牛主人许诺 谁能把金链切开 这两头牛就归神 如果允许的话 我来试一试 于是彼得跑过去 灰剑把金链劈开 宝剑撞击金链子的声音 震耳欲弄 周围十二个国家都能听见 两头牛甩来甩尾巴 静止向牛圈奔去 牛主人对彼得说 木头彼得 你快回家喂牛去吧 记住 他们只吃火炭 彼得点火烧了十二捆木头 快烧焦时 彼得拿来木头 往里面装了火炭 两头牛吃了个金光 然后一头牛朝日落的方向走 另一头牛朝日出的方向走 这时彼得对爸爸说 爸爸 我给您看样东西 他用手指 敲了敲门脚上的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流出来红葡萄酒 另一个地方流出来了白蓝地 爸爸 这里大家都能来喝 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您看到那台离地的车了吗 我看到了 那您看到这块石墨了吗 我看到了 等这台离地车在门前停下 石墨自己跳到离地车上面 红葡萄酒会变成水 白蓝地会变成鲜红的血 那时您就知道我死了 那时如果您想找我 您就坐上离地车 他会带您去我在的地方 现在我要去游历世界 碰碰运气去了 于是木头彼得就出发了 他走过了很多国家 到达了一个国王居住的城市 您好 国王陛下 您好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来为您服务的 试试我的运气 您一年要多少钱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供我吃喝就可以了 彼得留在了那里做了木匠 老国王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 国王的女儿爱上了彼得 如果国王不同意他嫁给彼得 他宁愿去死 好吧 国王说 你别毁了自己 我还是同意你嫁给他吧 于是他们马上宣布举办婚宴 他们结为了夫妻 但是有一天 国王收到了一封信 写信的人让他召集人马 参加战斗 国王收到信 大哭了一场 陛下 您别伤心 我一个人去参战 木头彼得说 哦 孩子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呢 那不是不自量力吗 但是木头彼得还是去参战了 他用他的剑战胜了几乎所有人 但他不小心摔了一下 敌人趁机把他杀死了 他们马上把他埋到了地里 早上天刚刚亮 离地车跑到了门前 石墨自己跳到了离地车上面 红葡萄酒变成了水 白蓝地变成了鲜红的血 于是 农夫坐上离地车 前往彼得战死的地方 他找啊找啊 但就是找不到 这时 他看到来了两头牛 顿时天崩地地 两头金牛 开始用他们的牛角挖地 一直挖到 找到彼得为止 但是他已经毫无生命迹象了 于是 一头牛把他的身体拼接起来 另一头牛把灵魂 吹进了他的身体 木头彼得醒过来说 哎呀 我睡着了 如果我们不过来 你就永远睡着了 两头牛说 他们回到了城堡 国王召集群臣 把王位让给了彼得 如果彼得没死 王国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他根本不过来